高雄男子路橋 错综复杂的道路系统 经常有民众会迷路 所以这里被封为百慕达 但现在可怕的不是迷路 而是常常有骑士 在等红灯的时候遇到鸟席 在某个路段 桥上停了一整排的鸽子 头上随时可能下起黄金雨 有民众就在脸书分享 在这里等红灯 真的压力超大 错综复杂的道路 常让骑士起得晕头转向 高雄男子路橋被封为百慕达 就是因为每次进来就出不去 毕竟迷路 不过现在由民众指出 最可怕的居然不是迷路 而是被鸟的排鞋无攻击 实际回到男子路橋 可以看到在桥上 停了一整排的鸽子正在乘凉 所以来到这边的骑士就要当心了 因为头上随时可能会下起黄金雨 你有被鸟屎袭击过吗 不是日常吗 运气比较好在车子里吧 会躲进来一点 因为在外面这里就比较容易被滴走 在这处急慢车道 不只桥上 还有鸟类在路灯上面竹槽 而往地上看 白色一点一点痕迹 全是排泄物 连Google Map的街景 都能看见道路被一片白色覆盖 就让骑士相当害怕 说这里是全台湾等红灯压力最大的地方 网友也开玩笑留言 真的是屎路一条 千万不要抬头打哈欠 每次经过都很怕中降 在这边停车会觉得压力很大 对啊 就看那个哪个地方 鸟屎比较少 就停车跟鸟屎的地方就对了 就是很恐怖啊 如果突然被滴到的话就很难吸 看见鸽子能闪则闪 闪不过只能自认倒霉 要解决鸟席问题 恐怕只能请相关单位来设置组鸟措施 才能减轻歧视压力 记者声音徐轩荣 高雄才有报道 拍摄会订阅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